画面上是赵岭国宅居民每天出门时的状况 从社区开车出来转弯上桥的时候 因为回转空间不足 很容易压到双簧线 就会遭到正义魔人的拍照检举 就是因为我们住户车子从这个地下道出来 出来我们要右转上市区 市区一定要右转 那右转的话 轮子一定会压到这个双簧线 那双簧线的话就有民众会检举 你说你压到双簧线 这样就要罚钱了 就违规 事实上这个这样子就造成居民不变嘛 不管从这里出去或是从地下地下室出来右转 一定会压到双簧线的 对对对 那是常收到罚单吗 就是住户都有 没有常收到啦 可是可能两三个月收到一张 住户就觉得很无辜啊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可以右转的 只是你右转刚好后轮就会压到啊 其中一个轮子压到的话 就是违规了 那个民众就在那边 有行车记录记刚好在后面 照到就算违规 针对居民反应 基隆市议长同志委 特别邀请市府交通处 跟交通队等单位到场会刊讨论 希望规划出一个安全 又不容易发生违规状况的解决方法 那成功路桥是人爱区通往安乐区 或安乐区通往人爱区的一个重要的干道 那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路桥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路桥这几年 这几十年来 其实车祸频繁 那刚刚我们住户的主委也特别反映说 他们这个转弯车 被检举的问题 那我想交通设施的改善是我们市议会监督市府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让居民有一个非常安全 然后又可以不要随便被检举的一个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个标志标线上面 会请交通处稍微研议办理 看看怎么样可以改善这种任意被检举的问题 那桥上呢 因为长年长期的发生车祸 那我们台湾或是基隆的这个行车习惯不好 因为在国外大家都会知道说 有转弯车一定要里浪执行车 那我们现在在交通 我们的设置上办法是这样子 问题是我们的习惯不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交通处可以再来做一些办法来改善 所以今天特别争取了 大概会坐在桥上跟几侧 做三座的一个太阳能的一个这个警示标志 来通知这个车主 大家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可以放慢速度一点 然后这个转弯车一定要里浪执行车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措施可以减少这边的交通 这个事故的问题 那我们几个道路设计 因为这边刚好你看这样车流量 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尖峰时刻车就蛮多的 更何况这边旁边还有学校 然后也有国宅 那成功市场也在那边 然后下去又是人爱市场 所以在尤其在过年期间 会特别的这个交通特别的繁忙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改善 那也希望接下来可以再试用一段时间之后来 我们再来检讨我们人爱区的整个交通动线的问题 希望除了塞车问题的话 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交通事故 基隆市区的道路因为地形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类似的状况 可能需要透过政府单位的智慧 跟居民行车安全观念的落实 配合减速慢行 让行车更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